歡迎同學們收看我們這次的教學練容 來 我們這個單元 只要跟大家介紹一下扇形的觀念 來 什麼叫扇形 就是一把扇死的形狀 這個形狀我們稱為什麼扇形 而這扇形就是一般我們說 我們去咖啡廳買那小蛋糕 我們在數學上把它稱為扇形 基本上這塊小蛋糕 是從一個圓當中所怎樣 所切割出來的 行不行 所以說我可以知道 這段纏度我們在數學上把它叫做扇形 用R做代表 這段纏度也叫做扇形 這樣行不行 而其中彎彎這一段 我們在數學上把它叫什麼 胡纏 好不好 那其中這一段我們在數學上 習慣用什麼用S做代表 可不可以 那好 那中間這個角度 我們在數學上把它稱為中心角 或稱為圓心角 這樣行不行 我們習慣上用Shit打這個符號做代表 這樣可不可以好 好 那扇形麻煩你主要是什麼 兩個公式 第一個 胡纏怎麼算 對一個扇形而言 這彎彎這段胡纏怎麼算 麻煩把它記起來很簡單 把R乘幾 Shit打 所以胡纏自己直接把這R乘幾 Shit打是出來了 可不可以好 第二個老師想請問一下 對這塊扇形而言 面積怎麼算 這塊扇形 面積怎麼算 你看一下這塊扇形像不像三角形 像嗎 那老師問你三角形面積怎麼算 底乘以高 隨以幾 所以說這塊扇形的時候 你就把它想像成 這好像是底 這好像是高 行不行 所以說面積怎麼算 底乘以高 隨以幾 二 所以可以寫成二分之 R乘幾 S 這樣幾分之 你把它想像成這樣子來記 好不好 把它想像成底乘以高 隨以幾 二 二分之 R乘幾 S 其中S是幾 S又是R乘幾 S打 所以可以寫成二分之 R乘R乘S打 所以面積又是幾 二分之 R乘半S打 這樣行不行 寫到這邊 你觀察一下這兩公式 有什麼感覺 老師一直在強調 我們不管是求虎長 還是求面積的時候 一定要誰在 一定要有半徑在 兩小時以上 我們一定要有半徑在 要有半徑才知道這個圓 多大 多小 才能把它 虎長和面積給確認出來 所以說 所以說求善行時 第一個觀念 一定要才 一定要有這半徑在 才有辦法接下去 因為每個公司都要用到誰 用到半徑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你看一下 這個角度S打 大家請問請 我們在算善行的時候 我們必須強調 這角度S打 一定要怎麼用勁來算 換句話說 也就是當你出現度的時候 好不好 30度的時候 要把它轉換成什麼 要轉換成π來算 這樣行不行 好不好 所以出現角度是要用什麼 用勁來算 這樣可不可以 老師 等一下我們算題目時 會舉例來 OK 再來 老師想請問一下 善行的周禪式起 這塊善行 老師問你周禪怎麼算 所以這塊善行的周禪式起 把R加R加S對不對 把這三段相加 R加R加R加S 所以周禪式起 2R加S 這樣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後 再來 老師想請問一下 這個東西算是補充公式的 好不好 主要是這兩個 好不好 那周禪式應用R加R加S 所以周禪式 2R加S 還有一個補充公式 這公式一般來講 在我們三角的數後面單元當中 好不好 解三角形會提到 那同學們在高1高2時有學過的 好不好 所以說我是把它拿過來這一節講 好不好 這是一塊扇形 你看 你把這三個點連起來 它可以變成一個什麼 三角形 所以說老師問你 這塊三角形面積怎麼算 請求三角形 OPQ 這塊三角形面積怎麼算 來 三角形面積 小時候學過 底層很高 所以2 對吧 我們在後面解三角形 在1、2年級有教過 你看一下這塊三角形 兩邊一夾角 對吧 你知道R 知道R 中間夾角叫幾 Sida 怎麼意思啊 兩邊一夾角球面積怎麼算 它得2分之R 乘R乘3 再Sida 行不行 兩邊一夾角 所以說這塊三角形面積怎麼算 它得2分之R乘R乘3 再Sida 也就是2分之1 R平方乘3 再Sida 行不行 兩邊一夾角球面積 2分之R乘R乘3 再Sida 行不行 可不可以好 所以說我們三角形正面 主要是這個 胡蠶面積一定要熟記 可不可以好 周蠶算是應用公式 這個面積呢 老師算是補充公式 把後面的單元 新正面積 大家介紹一下 它得2分之R乘R乘3 再Sida 可以其實寫成2分之R平方乘3 再Sida 這樣可不可以 好 喜好這邊是我們看一下幾項 題目的地方 看一下這題後 他說扇形半徑四幾 6 圓形的四幾度 60度 求胡蠶 求周蠶 求面積 剛剛講過 我們在算扇形的時候 喜不喜歡用度來表示不喜歡 所以碰到度怎麼辦 麻煩改成近 也先用拍來取代 行不行 老師問你60度怎麼算 來 前面都教過 先把60先除以幾 180 看看是幾分之幾在乘上 拍就就好了 所以算出來自己 三分之一拍 這樣行不行 好 第一小題 胡蠶等於幾 根據公式的寫法 胡蠶等於幾 R乘上 7打 就出來了 所以胡蠶自己 R乘起 6 7打自己 3分之拍 所以說寫出來是6乘上 3分之拍 約分約6變成幾拍 2拍 就出來了 在第二小題 求扇形的周蠶 周蠶剛剛講過 他是R加R加S 所以周蠶是7 2R加S 就出來了 所以說R用幾代6代 S用幾代2拍 所以周蠶是7 12加2拍 這樣可不可以 好 第三個 老師想請問一下 扇形面積4級 老師講過 面積公式有幾個 有兩個 一個叫2分之R乘S 一個叫2分之R平凡 7打 看行不行 那不管是哪一個 你看一下 強調S用這個 強調7打用這個 這比強調S還強調7打 強調7打 所以說我們用這個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老師想想 面積4級 2分7 R用幾代6代 7打用幾代3分之拍1代 所以面積4級 1分之1 36乘3 3分之拍 8約分約掉剩幾拍 6拍是出來了